在晋国和楚国走向没落的时候 吴岳两国在仇恨中迅速崛起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复仇人物 吴子虚和岳王勾剑悄然登场 日暮图穷 卧星长胆 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传奇 7月26日 就让我们仔细聆听 吴岳春秋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 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晋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继练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上次说到 楚灵王灭了陈国 灭了蔡国 然后任命公子契级为陈蔡公 陈蔡公手下已经占有楚国兵力的一半了 这位将来楚灵王的命运打下了伏笔 楚灵王这个人虽说有点暴虐 有点贪得无厌 但是总的来说还有可爱的地方 比如他的胸怀 楚灵王是著名的吃硬不吃软 超不喜欢别人拍他马屁的 当初穿风树的故事说过了 穿风树因为要和他抢俘虏 追杀他 当面骂他 他喜欢 还给他升官进决 楚灵王有个非常信任的人 叫乙相 职位是左使 这个人很有学问 有一天 楚灵王愁眉苦脸的 对乙相说 白宫子章这人很讨厌 总是来劝诫我 怎么才能让他闭嘴呢 楚灵王其实很喜欢子章敢说实话 不过不喜欢子章总是说 乙相确实有学问 想了个主意 接受劝谏很难 让他闭嘴容易啊 如果他在劝您 您就说您左手握着鬼的身子 右手抓着鬼的家 所有的什么劝告啊 劝谏的你早就听过了 所以啊 别劝了 有着功夫讲几个段子吧 过了两天 子章又来觐见 楚灵王按乙相的话说了 然后瞪着眼看子章 有什么反应 子章一听 嘿呀 您这不是忽悠我吗 于是 子章就讲了一通 商朝时候高宗武丁的事迹 最后说了 现在您还赶不上武丁 却讨厌规劝您的人 要治理好国家 那不是太难呢吗 楚灵王被子章说得没脾气了 干脆开始耍无赖了 那 那 那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按说说吧 反正就是那来来去去一样的 车轱路话 我都记住了 可我就不按你说的做 你自己看着办吧 子章听了 叹了一口气 走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来劝了 听觉行走 文化改革 听世界 虽然楚灵王不喜欢拍马屁的人 可是拍马屁的人 还是会主动来拍的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拍马屁的故事 就叫楚王好戏妖 这说的就是楚灵王了 楚灵王自己生得牛高马大 榜大腰圆的 可是这人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爱好 那就是他偏偏喜欢戏妖 不管是男的女的 看着别人腰粗 他就觉得不舒服 喜欢自己的部下 还有自己后宫的妻妾们 把腰竖起来 越细越好 感情啊 这楚灵王还挺潮的 现在大家不都追求戏腰吗 最早追求戏腰的 那可是当年的楚灵王啊 楚灵王的这个爱好 很快就流传出去 他通常领导人的爱好 都很容易被传出去的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拍马屁的人 找准了机会钻空子 都要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 楚灵王喜欢这个 于是手下的大臣们呢 就纷纷往这个方向发展 于是 在楚国的上流社会 就欣然掀起了一股 减肥的热潮 一般来说 大富们每天就吃一顿饭 而且吃的绝对是绿色食品 绝不吃肉 用句现代的话来说 那过的是低碳的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之后 全国性的减肥大获成功 基本上 大富们的腰都很细了 不过 同时也有一些副作用 那就是 他们的排骨也比较明显了 夸张一点点说 他们的腰细到 从床上站起来 得扶着墙 从马车上站起来 要扶着把手 看见好吃的 肚子里就唧里咕噜乱响 口水就忍不住往外冒 但是又得忍住不吃 就算饿死 也绝不多吃一点 这不是谢涛忽悠的 这是由史书记载的 战国策上如此写道 灵王好小妖 处事约时 逢而能立 事而能起 时之可欲 任而不入 死之可恶 然而不必 这意思就是 打死我也不吃了 到了这个份上 楚灵王可以说是 呼风唤雨 想干什么 干什么 自己的一点小爱好 也成了全国性的 时尚风潮了 但事实上 楚灵王正处于 极度危险之中 他的身边充满了 虎视眈眈的眼睛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这边像 晋国楚国 已经走不出 腐败和内耗的漩涡了 齐国又有 崔庆两大家族在斗法了 在老牌大国 碌碌无为的时候 南方的蛮夷之国 就悄悄地 登上了历史舞台 春秋第四步 中原大乱 已经为您讲完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说到 吴越的春秋了 吴国和越国 春秋时代 东南部两个蛮夷的国家 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但是也很快消亡了 这两个国家的崛起 其实就是仇恨发酵的结果 当仇恨远去 泡沫随之破裂 一切又重归于寂静 在这一段血色历史当中 中国著名的两个复仇人物 先后登场 他们就是吴子虚和越王勾建 一个富家仇 一个怀国恨 他们的坚韧不拔和忍辱负重 到现在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的报仇过程 更成为流传千年的传奇 这些精彩的故事 近在听世界春秋第五部之 吴越春秋 数百年春秋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与此同时 东南版图上吴越两国悄然崛起 我心尝胆 西施献身 吴子虚复仇 历史的经典层出不穷 精彩异常 听世界春秋系列第五部之 吴越春秋 即将推出 敬请期待 这世界好宽 这世界好宽 让孤独好慢 黄言上的狼 他为谁流浪 寂寂寂寞 寂寞是重拦 忘我心里窜 听见自己喊 看看天上 于是我 于是我 剪下了月光 射向我老家的地方 夜黑的 就像我一样 那颗新鲜 那颗新名字 遍漫水一晚 遍漫水一晚 往我心里钻 听见自己喊 看看天上 于是我沉上了月光 设想我老家的地方 夜黑的就像我一样 那颗星名字叫布朗 让我把回忆当晚餐 吞下这许多年的酸 爱恨是掌心的下纳 故事被点了水旺 多年前我疲倦时间 你这风走过烟染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